不可能的,明玉不敢相信地喊道,把妈会骗你吗?你可长点心吧,从今以后,你不许再见她了,这种人简直就是社会的败类。 明玉妈咬牙切齿,恨不得将这个骗自己女儿的人狠狠打一顿。 明玉捂着嘴,扑到自己的床上,把脸埋在被子里失声痛哭了起来。 本来明玉爸接到通知,说要调到别的市里去,只是她还犹豫着,不想离开镇平县城。 但是此时,为了让女儿不再跟慕之君联系,她马上同意了调令,全家搬走离开这里。 只是因为临近过年,明玉爸一些事情还需要处理交接完,所以明玉妈就先带着明玉去了外婆家中, 而明玉爸就住在单位不再回来了。 墨家已经闹翻了天,刘妖妹引以为傲的大孙子, 牧生刘玉梅引以为傲的大儿子,如今成了最大的笑话。 王贵英墨根一家也是被连累,在村里扫得抬不起头来。 慕之君现在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明玉身上, 她在家闭门不出待了几天之后,就去找明玉了。 结果,电话却是打不通,跑到明玉家,看到的只是啰嗦的大门, 一打听,才知道明玉一家都搬走了。 这让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慕之君,这次彻底傻眼了。 于是,心灰意冷的慕之君躲进了白寡妇的家中。 白寡妇本来因为慕之君,当时把脏水都泼她身上,也气得哭了几次。 可是眼下她的名声也臭了,如今慕之君还肯来找她,她未来也只能依靠这个男人了。 所以白寡妇不计前嫌,仍旧使出浑身解数讨好慕之君。 俩人一合伙,想到翠里也没有脸呆下去了。 于是慕之君就咬咬牙,带着白寡妇去了长丰县城,进了李兴志介绍的工厂。 除了刘玉梅沐生后来指导慕之君的行踪之外,其余人都以为他们出远门武功去了。 慕小草也放下心来,他知道慕之君再也不会像上一世那样风光了。 转眼就到了小年儿,慕水一家一起去了趟集市,在慕秀的坚持下买了许多东西,虽然家中这些天已经陆续买了不少吃食了。 这次来集市,慕水一家四个大人的杯楼都塞得满满的,回来的班车上就引来了同路人的侧幕,这里自然也有鹦鹉村的同乡。 虽说到了年关,大家为了赢新年,都会比较舍得买一些平日里不舍得买的好吃的来过年。 当时像慕水家这样大肆旗鼓地买这样多东西的,还真是没有一家。 慕水啊,看你这样子是赚到钱了吧,买这样多东西。 同村一起出去赶集的周大壮探着头,对坐在后排的慕水问道, 就木修卖咸菜赚的几个钱,买的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。 慕水笑呵呵地回答道,周大壮还要再开口问, 却被身边的婆娘拉了下手臂,他不解地看向她。 人家都是闷声发财,你问什么问啊? 这人哪,真看不出来,以前以为是个老实巴交的, 结果闹了一处分家的戏码,分出来之后,立刻就不藏着掖着了, 过上好日子了,真是知人知面不知信呀。 周家嫂子翻了个白眼,阴阳怪调地说道, 她和木根的妻子王贵英是一个村的, 两个人自小交好,又嫁到从一个村里, 平日里没少听王贵英说墓水一家的坏话。 也不知道谁家的醋坛子打翻了,酸溜溜的, 咱们现在就是过好,以后呀还要顿顿吃肉, 月月穿新衣,怎么着,有的人也只有眼蝉眼红的份。 木小草直接就怼了回去, 你,周家嫂子一脸怒容, 偏偏木小草说的话她无法反驳, 她的确嫉妒,嫉妒墓水家买了那么大的房子, 嫉妒墓水家买了这么多的东西过年。 木秀抿嘴笑了笑,有个处处挡在前面的姐姐,真好。 下了班车,再从车站回家的路上, 木水一家再次引起了村里人的目光。 除了木水和猪水莲还有点不自在之外, 木秀和木小草都毫不介意别人的眼光。 回到家中,猪水莲熬上一锅稀饭。 木秀到厨房后的温室里, 拔了一把蒜苗,割了点韭菜,还有一小盆的青菜。 炒了个蒜苗腊肠,蒜蓉小青菜,还有韭菜炒鸡蛋。 如今在冬季,能看到绿油油的蔬菜, 还真的是让人胃口大开。 猪水莲端起碗,拿起勺子, 咬了甜粥喂木小花, 只见她张大嘴巴就吃了进去。 这大米稀饭熬得不稀不稠,甜度适宜, 只见木小花一连吃了好几口, 旁边的里畔蒂也是一碗已经下肚。 猪水莲看女儿和外孙女吃得这样香, 心里高兴坏了, 嘴里还在嘟闹着, 多吃点,多吃点。 如今这日子, 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。 牧水感叹道, 爹,娘,以后好日子还长着呢。 木秀笑着夹了一块头的腊肉, 放进了木水的碗中。 这腊肠真是好吃。 木水吃了一口, 夸赞道, 等明年啊, 咱们再多做点, 这颗比那腌肉好吃。 猪水莲也是连连点头, 一家人围在一起, 急了融融, 外面的寒冷都被这份温情驱散了不少。 娘,娘。 王贵英气喘吁吁地跑进院子, 大声喊着, 脚丧呢, 声音那样大啊。 刘妖妹的骂声从屋里传了出来, 如今木之君的事情让她把脸都丢尽了, 所以连带着心情也特别地差。 娘, 你是不知道, 木水他们一家昨天去县城赶集, 买回来了整整四大楼的年货, 他们吃香的喝辣的, 娘却还在吃萝卜黑磨磨。 王贵英气愤地说道, 他们哪来的钱啊? 刘妖妹一听木水家买了这样多东西, 她不敢相信地从里屋跑了出来, 冲着王贵英问道, 上次不是听说木秀在省城学会了做咸菜吗? 回来卖咸菜赚了钱, 还把老孙家的房子给买了, 当时咱们不都不信吗? 王贵英撇了撇嘴, 这种话小孩子才信, 本来就是啊, 卖个咸菜能赚多少钱啊, 还买房子, 都是胡乱传的, 不过, 刘妖妹沉思了一下, 对着王贵英说道, 你赶紧去打听打听, 木水他们最近都在干啥? 好的, 娘, 我这就去, 王贵英转身就出门去了。 金马贵英转身就出门转身就出门了, 有很多我方的看法就去见到, 妖怪英转身就出门了, 若云看, 我这就去, 你给我去看我了, 我看到了几年是然后再来个小花快乐